我们真正想成就 决定不要受外托影响 这个事情很难 非常非常困难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你去观察 哪个人不受影响 这菜好吃一点都吃几口 这就影响了 那这个不和可为 一块再不讲 不受影响了吗 别人赞叹你一句 哎呦好开心 骂你一句心里就很难过 你就受影响了 这个就是在考验的 我这么多年来学佛 我就把境界当做考验自己 时时刻刻 要通过考试 这个考试说 怎么样能在境界上不动心 古人家里 以平常心对待 平时平等 常识永远 是这样 这个里头呢 那别都看破 看破你就记住一句话 凡所游向 皆是修往 如果常常能想到 弥勒菩萨所说 一谈指三十二亿百千年 念念成行 行界有始 突然年代了 都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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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始终的 都没办法